贵州辣椒酱的制作现场 加上瓷巴辣椒 他们的瓷巴辣椒里边有灯笼椒 二斤条 还有海椒 然后现在加上滚烫的菜籽油 这个是什么 加上葫芦汁 万马奔腾的感觉立马出来 加上蒜泥 这一锅是蒜香味的辣椒酱 两个人的配合 一人加料一人炒制 里边还有花椒和调味料 贵州辣椒酱就这样马上出锅了 滚烫滚烫的辣椒酱就出来了 哇塞 这个感觉太漂亮了 来上一勺花生 辣椒最后搅拌成形 做好的辣椒酱 在这边进行分装 都是标准的重量 标准的特状 这是做好的辣椒酱 这我们看 这个垂选欲滴 这个油脂非常的丰富 你看夹到这个米饭上 花生芝麻辣椒 这个辣椒酱分为中辣 微辣和重辣 像我比较能吃辣的 比较喜欢像这样多一点 这个口感会更好 哇塞 完全成了一座小山 哎呀 我不知道在屏幕前的你们 有没有这个口水之流啊 我已经是有点忍不住了呢 哇 先来一口这个辣椒拌饭 哇塞 这个油脂肚太香了 它是那种香脆 有花生的香 芝麻的香 辣椒的香 还有菜籽油 白身的香 太好吃了 让你根本停止下来 大家不管是买的做夜宵 还是平常 没有菜的时候 只要来上那么一勺辣椒 就能下去一碗饭 cier tän来吧 菜籽油脂肚 sitter 菜籽油脂肚 字幕给它 出面额 还有一半